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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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陈你没事吧 长没长眼睛 没看到这里有车吗 这里是人行道 本来就该是车让人 你个小丫头骗子 你还挺会说啊 老陈 他们都是我同学 你别生气了 好 要不我送你们去医院看看吧 不用了 我们还有别的事 那好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华小迟 只要说我喜欢你就可以了 你一定可以的 加油 黄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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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黄师妹 黄师妹 蒋 蒋世琪 你怎么在这儿 你是谁 你不记得我了吗 没事吧 世琪 世琪 你没事吧 我刚刚不是在马路上吗 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说什么呢 这是蒋世琪和陈欣颖的订婚宴呀 订婚宴 2022年 十年后 先别管这些了 我们走 华小迟 菲娥娜 你干什么 华小迟 你把欣颖的订婚宴搞得一团糟 你到底暗的什么心啊 算了 菲娥娜 华小迟应该也不是故意的 只是订婚戒指不见了 戒指不见了 华小迟 是不是你偷的戒指 我没有 你别随便诬陷人 我诬陷你 你觉得在座的除了你还有谁会偷戒指啊 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责心 就敢来订你的订婚宴 华小迟 你可真不要脸嘛 小迟 我们走 蓝丝业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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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是2012年 你不是2012年 你不会这么勾携吧 蒋世奇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破坏我的冰婚宴 今晚就去和蒋世奇表白 只要说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就可以了 小迟 诗奇 没事吧 我是隔壁高中来的 我叫华小迟 我不是来告白的 华 师 妹 装面人生 奖士集 全国最热门的行业 世界500强奖士集团的风云人物 学生时代他就叱咤风鸣 举手同时都充满了酷 吃个饭这么帅气 哭了 打个球这么潇洒 哭了 将帅气与潇洒贯彻到极致的 将士集 今天奖精力不能接受采访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今天奖精力不能接受采访 实在是不好意思各位 各位 该次再来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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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辛苦 这就是奖士集团的董事长 奖晨 为什么不是奖士奇呢 奖士集团作为家族企业 原本应由奖士奇继承 可惜十年前 奖士奇意外溺水 陷入昏迷 他错过了继承公司 公司也落入了堂哥奖晨手中 等他醒来时 居然失去了记忆 还患上了情感冷漠症 无论面对火山爆发 还是地动山摇 他都不会有任何情感起伏 然而啊 这种没有情感的非人类 今天 居然订婚了 2022年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破坏我的订婚业 渣男 志琪 没事吧 好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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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不我帮你约个心理医生吧 蓝诗言 你到底要怎样才能相信我 不就是蒋世奇的订婚宴吗 有什么好怕的 走 可是 我不想去 要我相信也可以 你呢 现在就给蒋世奇打个电话 告诉他 你就是个乌龟王八蛋 为啥啊 你照做就是了 蓝诗言 你怎么 蒋世奇 你这个乌龟王八蛋 好 我信了 蒋世奇肯定会杀了我的 那可不一定哦 你说蒋世奇失忆了 还患上情感冷漠症 你没发现他不记得你了吗 他忘掉了一部分记忆 现在心里只有陈欣应 所以啊 他才不会在乎你骂他呢 还好阿姨和隔壁老王去旅游了 不然让他知道 他女儿从十年前来看自己 不给吓死 居然一晃眼 都十年了 我这十年都在干什么 简单点概括就是呢 表白失败 情绪低迷 看看毕业 惨惨工作 乏善可神 毫无标 就连你最喜欢的大提琴 我也再也没见你拉过 还以为 勇于跟他表白 至少我的初恋不会有遗憾 没想到更惨了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一下子穿越了十年 想想也挺好玩的 当然是穿越回去啊 我可不想一下老十岁 怎么回去啊 我也不知道 我有一个办法 你确定 电击可行 电视剧都是这么演的吗 花小池 这才不到五福呢 你至于吗 我觉得 或许我们还有别的办法 你难道 还是我自己来吧 站住 别过来别过来 站住 花小池 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这女人特地打电话给我 就是为了骂我玩八蛋 张医生 你说她是不是有毛病 江先生 除了这些 他还做了什么 他还做了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我叫花小池 我不是来告白的 这个 不就是要钱吗 放开我 你就别想走 我 是 鬼 穿越回去太难了 花小池 你已经狂攻半天了 你还想不想干哪 什么情况 我还要上班啊 当然啊 你都已经三十岁了 已经不是大学生了 早已经是九九六的社畜了 老板 我这信号不好 信号不好 我们还继续做食药吗 算了吧 还是保值工作要紧 行吧 我送你去公司 花小池 怎么了 做噩梦了 没 没事 我去给你查一查 到底怎么样才能回到过去 嗯 花小池 来得正好 三分路由叫心理咨询师 采购了我们的放松仪 可是他们不会用 你去社会指导一下 我 我去 难道我去啊 령我去下证三分钟 对 我去看你 是大玩家 对 就是 很高兴 对 我觉得 我想 我们是在整个好过多 你 不要 你的 判目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诶 诶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诶 那个同学 请问蒋世奇在吗 赵正齐啊 你等一下啊 不准走啊 蒋世奇 蒋世奇 兄弟 给同学找你 什么事 你 你不记得我了吗 没影响 要送你的话 放橱柜柜就好了 如果是要告白的话 我的答案是 拒绝 同学 你想多了 我是隔壁高中来的 我叫花小池 我不是来告白的 管你什么花什么池 我知道我长得帅 但不代表你们可以来打扰我睡觉 这个 怎么会在你这儿 这不该我问你吗 你抢走了我的自行车 还掉了皮夹 现在你拿到皮夹了 你能把我自行车还给我吗 那辆破车是你的 没骑两下就散架了 车散了 你把我自行车骑坏了 不是我骑坏的 是你的车品质太差了 我差点毁容了 算了 那我车在哪儿 非铁站吧 都散成那样了 说非铁肯定早就行动了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那是我的车 拿去 不就是要钱吗 这些钱足够你买这辆新的 不好意思 手滑了 一辆新的 我现在的保安 都不知道是干什么吃的 是骂骂而狗都敢放弃 华师妹 我皮夹里的照片呢 你把他们拿去了 你在胡说什么 我根本就没看到什么照片 你这个人啊 贪财就算了 手脚还那么不赶紧 蒋世奇 你有没有脑子 我要是贪财的话 有标大老远跑来换你皮夹吗 那我的照片哪去了 我怎么知道 这两百是我自行车的钱 其他的我才不要呢 你放开我 今天不说清楚 你就别想走 我 我 我 是 喂 你没事吧 啊 有人吗 张医生 你回来了 蒋世奇 有人吗 张医生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蒋世奇 有人吗 我 我 我 你回来了 我 你回来了 我 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的治疗方案 真的没问题吗 我帮你治疗了这么多年 该用的方法也都用了 可却比不上它的出现 你说有没有用呢 士气 就算你记得小吃 那都是些不好的记忆啊 难道你想要记得的 都是些不好的事情吗 江先生 方法我已经告诉你了 到底要不要这么做 选择权还是在你 爸爸妈妈 江澄哥哥 我爸爸妈妈呢 姐 听说最近张医生 给了你一些新的治疗建议 不打算试试吗 我的所有回忆都告诉我 要远离那个女人 她还能帮我治病 不可能 那为什么她能帮你恢复病情啊 谁知道 会不会 你压根就不讨厌小吃 甚至 不讨厌小吃 她不讨厌 不讨厌小喝 不讨厌小喝 凶餐小喝 又注є 我 不是 经历小喝 扈 Onun Harry 父 我们 你 俩 不讨厌小喝 这个手环 我就可以从后台 检测你的心跳 就算能检测心跳 华晨也不会出现啊 谁说的 他走就来了 他在哪儿 这就是我们的 瓜小池同学 虽然不是真人啊 但是他有着 圣似真人的容颜 身高虽然也差了一点 但是你可以 你可以抱着他办公 你可以抱着他吃饭 你还可以抱着他睡觉 我相信 这个对你恢复并且 有很大的帮助 死马刀虎马爷你就试试吧 我就不行 我盯着一个跑啊三十秒 我还能心动 我就不行了 我盯着一个跑啊三十秒 我还能心动 我还能心动 uencia Go 我天啊 你不要悔轻 我还是找到你了 我 opinion 我应该会找到你了 曹世齐 是患上了间歇性失忆症 失去了十七岁之后所有的记忆 至于什么时候能恢复 我们也不太确定 士奇 你也不记得我了吗 我们认识了 我只记得我本来在上课 然后 士奇 我记得你 你好像被一群混混欺负 我帮你了 然后被混混踹入水中 有一个女儿救了我 最后 我是记得这些了 其他我都想不起来 不记得就不记得了吧 别再想了 那次 是你救了我 是 是我救了你 那次溺水之后 你就跟我表白了呀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你还答应我说 我们一毕业就结婚 我怎么又做这种梦了 应该 只是梦吧 感冒了 这三十岁的身体啊 果然经不起折腾了 真的老了 眼闻都有了 最近怎么感觉有人跟踪我 你 去哪了 好 那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看什么 我脸上有东西 我今早起来一看 你那个心电图啊 跳得快跟朱峰一样高了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是不是小池的抱枕起作用了 胡说 跟他没关系 真的 行吧 那既然没关系 那就把它退掉咯 买都买了 我家这么大 放得也行 兄弟 不就是心跳加速 情感有变化吗 这不正好说明你的情感冷漠症有好转 说不定你多跟他接触一下 你能好得更快 我总觉得我对花痴妹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我们之间是不是发生过什么 你们之间 十年前的事我也不记得了 我就记得 你和陈欣颖走得挺近的 想那么多干嘛 你直接问他们就行了 什么 靠脸吃饭 我哪知道什么刷脸支付方式 还有你说的什么共享单车 我还是不太明白 你自己研究吧 不会就百度啊 又来 蒋世奇 怎么是你啊 你有病啊 突然玩什么跟踪啊 我 我正好路过 不行啊 不对啊 何时梅 明明是你踹了我三次 我没冲你凶就不错了 你还好意思凶我 我要上班了 我们下次聊 下次聊 何时梅 我们之间 是不是发生过什么 发生过什么都不记得 问我干嘛 你说什么 我说 我们就是普通大学同学 还能有什么 只是这样 真的我要上班了 你快放开我 要知道了 没上班 我有其他事找你说 放开我 如果张医生的治疗方案没错 那我必须把华氏梅留在身边 给你一个机会 来讲师上班 你找我 就为了这事 没兴趣 要走可以 把钱留下来 把钱留下来 是一个小孩子 会的 我应该是用来的 那是 我可以的 有这事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你 我可以的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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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奇 那个方案发给你收到了 小池 你也在啊 哈小池 你在在这儿干嘛 经理 你要让她进公司 她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客服 她凭什么呀 这是我的私事 我自己会出的 士奇 菲尤娜也是为公司着想啊 毕竟我们部门招人的最低标准是硕士 这小池进来 万一跟不上大家的节奏 就是 到时候拖我们后腿怎么办 不就是个打工的吗 凭什么翘不起人 也是 一个小小的客服 确实跟不上我们 不走 好的经理 等一下 蒋世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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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怎么就上钩了 我看到他们三个一唱一喝 我心里就特不舒服 我看你啊 就是放不下蒋世奇 没什么感觉 等我 好 还给他 还给他 把书包还给他 走 谢谢 这么丑的包 你还当个宝贝似的 我不觉得他丑 这是我十五岁时 我父亲送我的礼物 你父亲 我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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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 我父亲 曾经 那不出席 我他 那不哀 有一天 我父亲 的 有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时候我们可以问问她 怎么还要一个月 怎么 你这么着急离开我呀 那倒不是 就是我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想早点回去 什么事啊 我做了一些梦 梦吗 人在岁中缺氧时间过长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之前我做的几个梦 梦都实现了 我怕就连这个梦也会实现 所以我想如果我早点回去的话 这件事情会不会就不发生了 还有这种事啊 那这个也只是梦而已还没有发生 你不用太担心 我会帮你想办法的啦 这个就是你工位了 你说经理也真是的 他真把花小吃给招进来了 他就是一个小客服 能指望他做什么事情啊 算了 大家都是老同学吗 我就是担心 小吃如果做得不好 他自己为难 到时候同组的同事也为难 到时候同组的同事也为难 大家都不好办 欣盈 你就是人太好了 到现在还在为那个花小吃讲话 我担心啊 他这个人就是一颗老鼠屎 到时候准拖你后腿 可他是士气召进来的 我也不好说什么呀 虽然我们不能够直接辞退他 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些办法 让他知难而退 你 对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花小池 宣传部的宣传册已经答应好了 你去取一下 花小池 你去设备部把我的笔记本电脑取过来 花小池 我的快递在楼下 花小池 花小池 小池啊 公司明天讨论餐厅的开幕式 你把公司之前做开幕式活动的资料整理一下 做成一份文档交给我 现在已经八点多了 大家都下班了 你还让我去整理 我怎么可能做得完 可是你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做什么事情啊 就只是一个小小的任务而已 这么简单的工作 你都做不好吗 陈欣颖 你故意的吧 白天让我跑腿 下班了才给我布置镇上 小池啊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我没有啊 别抓我有话直说 花小池 我只是想让你整理资料而已 你 你不想做 也没必要把齐塞在我身上啊 我 我明明 是齐 我送你去医院 蒋世奇 真不是我推的 死蒋世奇 臭蒋世奇 明明是陈欣颖自己摔倒了 关我什么事啊 以前给他打工当终点工 现在都穿越到未来了 还得给他打工 花小池 你怎么这么惨啊 这就是那个定制的大提琴 那可不 我可是拖了好多关系才搞到的 师爷 爱死你了 你别忘了 这买琴的钱是罗密欧的发小玉枝的 你到时候还得给人家当保洁阿姨还钱 我知道 我知道 你放心 这么好的老板 我怎么可能怠慢呢 保证完成工作 有人在家吗 找谁 你 你 叫一下 不就是要钱吗 这些钱足够你满谁让心的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这是我家 我不在这儿在哪儿 我是新聘用的宝洁 今天来报到的 宝洁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进来吧 你可以开始工作了 我进去睡觉 对了 我们 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没有 没见过 肯定没见过 不可能 一定在哪儿见过 你不是要去睡觉吗 快去睡觉吧 我要工作了 不好意思 我马上弄干净 马上弄干净 我想起来了 你就是楼下停车场保全的女儿 我是 居然还敢承认 你真以为我没认出来吗 偷我照片的花痴 没 华师妹 你是不是喜欢我 你偷我照片就算了 还特地来我家当保佳阿姨 你 你误会了 我不知道这是你家 我要是早知道的话 我肯定就不来了 你换个人吧 我不干了 要走可以 好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我们 有必要这样吗 看见了又能怎样啊 不行 你爽快地打个招呼不就行了 不行 你说什么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说你乖话的对不起 她不是对您喊好吗 你没看见她对面做个女的吗 这姑娘长得也挺漂亮 这么好的妹子被这个婚男给糟蹋了 所以说啊 你不会看人 我听罗咪欧说这个女的可难缠了 一直利用这一点她救过蒋世奇 一直缠着她不放 蒋世奇快疯了 从罗咪欧和蒋世奇是发小这件事情 你这个新男朋友有多不靠谱 这么乖巧的妹子居然这么说她 你还走不走啦 我先去结账 你快点出来啊 你等我一起 不用了 不用擦了 不用擦了 包吃费 嗨 好巧啊 怎么那么巧呢 你迟到了十五分零 三十二秒 凭身吧 凭身吧 奇怪 这是谁啊 华师妹 你在磨叽什么 老桶刷了吗 这个 刚才在沙发下不小心发现呢 你在哪里发现的 你在哪里发现的 就是沙发下啊 这两个人是谁啊 你 沙发 怎么会在沙发下 华师妹 我皮夹里的照片呢 你把她弄哪去了 你在胡说什么 我根本就没看到什么照片 这该不会是 你之前皮夹里那张照片啊 谁是什么 我不说了 我都不知道 你怎么会在哪里发现 我没看到 你什么人 你怎么会在哪里发现 我突然间 你怎么会在哪里发现 我可以有个人 我可以在哪里发现 我能看是哪里发现的 我可以在哪里发现 我可以在哪里发现 有钱就能随便使唤人 随便冤枉人吗 遊伙伙伙伙伙众 怎么会让人看我的您做仇伙伙众 somewhere公布 有钱就能随便使唤人 随便冤枉人吗 好问题 你闭嘴 我最近是不是有点太神经质 怎么总感觉有人在跟踪我 我已经 nursery II是 啊 鬼啊 老少美 是我 你怎么还不回去 加班呢 你怎么来了 你故意的吧 别抓我 有话直说 我只是机会 哦 没什么 有东西忘了 你来的正好 我正愁一个人搞不定了 江总 江总 我在蒋世集团干了二十年 你别干准我成了 你先起来 老刘 辞退你是公司的决定 我呀也是按张办事 走啊 那你又不能通融通融嘛 我上有老 下有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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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师妹 华师妹 江世奇 你没事吧 你 你就不先关心关心你自己 走 我送你去医院 喂 喂 蒋经理 你有什么事吗 被困冷酷了 好好好 我这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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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就在 有个人受备了 有个人受伤有的 我这就真的 有个人受伤? 我来被困冷酷了 我来打个人受伤伤 你好吗 我去请您 感谢观看 你这酒是不是假的呀 我怎么喝了一点用都没有 还冷吗 你眼睛怎么 我准备 把脚抬一下 有问题 绝对有问题 距离蒋世奇上次毒蛇怼人已经一个月了 他居然有一个月没骂我了 这家伙脑子坏了 被驴踢了 进水了 变成豆腐渣了 有阴谋 不简单 小池 你也在 是切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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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走了啊 拜拜 那个明天的派对要干什么呀 只是吃饭吗 是新派对哦 主题是小丑 就是我们大家都会穿着小丑装F-Lan的 好奇怪的主题 而且我们每个人都会准备一道自己做的拿手菜 这个你知道了吧 真的吗 谢谢你提醒 不客气 拜拜 拜 不就是做顿饭而已吗 有什么难的 不是小丑主题的派对吗 这什么情况 小姐 请不要站在大门口 会妨碍别的客人 不是的 我也是来 请不要站在大门口 你这样做 我们会很为难的 不好意思 我是来参加派对的 你快放开我 参加派对 那你把邀请函拿出来我看看 邀请函 我朋友没有说有邀请函 他就直接告诉我 告诉我到这来 像你这种想混进攻趴 骗吃骗喝的可见多了 趁我脾气好的时候赶紧滚办 你要是在那儿事的话 我去叫警察了啊 你快放 怎么回事 秦小姐 我不是故意的 是她没有邀请函 非要喘进来 这谁啊 怎么穿得跟个小丑一样 Romeo怎么会邀请这样的人 来我们的派对啊 这好像是小池啊 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不是你说小丑主题的派对吗 我没有啊 喂 是你自己土包子 把哄趴当成sing party 穿成这个样子 跑来丢人现眼 你还怪别人啊 也不掂量掂量你自己是什么货色 什么地方都敢进 原来小丑说的就是你呢 不要 公主 是你去找找找找到 这一次你了 哪儿 你了 你了 如果不是你的下手 我说不着 你这次她把演讲 可以了 对不起 都怪我 最近太忙了 我应该给世奇张邀请函的 起开 没事的 是我自己没问清楚 小池 你还好吧 没事 我就是 是陈欣颖让你传成这样的 这死绿茶居然敢欺负我的人 看我不弄死他 诗言 我没事 我真的没事 说他自己笨 说什么都行 关我什么事 华小姐 罗密欧先生说您的衣服脏了 还是换这一套吧 不用了 这个地方不适合我 我还是回家吧 你要干什么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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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佛靠金庄 人靠衣装啊 你这样穿简直是太好看了 屎妍 你这什么鞋啊 也太难穿了吧 少爷 我已经以文录先生的名义 将军可以发消息赴取了 做得不错 这什么破血 真的痛死我了 这位小姐 请问 你想要跳舞吗 好啊 不过我不太会 太好了 愿意 这里有座位 谢谢啊 我女朋友刚刚跳舞扭伤的脚 我正好想让她休息一下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就她那德行 怎么可能有人真的邀请她跳舞 不要这么说 凤娜 花小植今天穿的衣服 也很可爱啊 不是吧 欣颖 你是说她那套 丑到爆了的小丑服 一群惊人 有完没完啦 门诗言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 不要以为你是罗喵的女朋友 我就不敢动你 诗言 我们也没有做什么呀 我们只是跟小植开个玩笑罢了 开玩笑 那要不要让本小姐 教一教你们 什么是开玩笑 那诗言 你疯了 诗言 小植 你们这也太过分了 用大也没做什么呀 是没做什么呀 被当枪使了也不知道的工具人罢了 我这是在保护欣颖 免得有些人 借着保洁阿姨的由头 又做什么下作的事情 帮 陈欣颖 笑死人了 陈欣颖 你不会真以为自己是蒋世奇什么人吧 谁不知道蒋世奇是出了名的玩家 对 你不过是他一堆女人中的一个吧 说不定啊 他明天睡醒都不记得你是谁了 算了 诗言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新人 你们给我站住 你们给我站住 手滑了 是不是手滑你们心里没点数吗 蓝师爷 你们可就两个人 要打架 心里有点数 无知 陈欣颖 我今天不给你的颜色看看 老娘就不姓蓝 你要干什么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别打了 你别打了 打死你们两个 老邱 老邱 别打了 我 我 我 别打了 放开我 老娘还没打够他们两个呢 放开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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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小致 当年救我的人 你到底是不是你 华师妹 我们 是不是在哪 华师妹 我们 是不是在哪见过 智琪 你没事吧 蒋儿媳 现在几点了 你还加班 你有没有人性啊 我 我被 不要那么凶嘛 你闭嘴 小致 你没事吧 我们走 你恢复怎么样了 要不去医院看看 没什么 冰库的门怎么突然关了 原因查到了吗 我查过监控了 是项目部老刘干的 他却因为公司辞退了 酗酒后故意关了冰库 不过我们已经把他扣押起来了 法国部可以随时起诉 算了 不用为难他 算了 我去派走 下去 我去医院 我去医院 我们去医院 我去医院 噩梦里的那个男人 到底是谁啊 完了完了 又迟到了 花小池 你到底在干什么事情啊 出了这么大的纰漏 到底怎么了 这么凶干嘛 开幕式的KOL因为你的疏忽过敏了 现在正在找我们追责呢 我看过他资料的呀 没有说他是过敏体质 陈总监 KOL对这次的策划非常的满意 唯一的问题是 林杰可能会对一些化妆品过敏 让我们在开幕式的时候注意一下 过敏 严重吗 就是普通的过敏 但是过敏的时候脸上可能会血红疹 可能会影响开幕式表演 小池啊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简单 所以我才交给你来做的 可是现在却这样 你还跟他废话那么多干嘛 这点小事都干不好 依我看 直接辞掉算了 对不起 这都是我工作上的失误 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江先生 我和你认识了十年 还是第一次见你笑 冒昧地问一下 你和那个花小姐最近还有联系吗 她现在在我公司上班 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 也让我想起了一些过去的回忆 她好像没有我一开始认为的那么讨厌 我们测试的结果显示 通过你对花小姐的相处 你的情绪 你的记忆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目前我们给到的治疗方案是 建议你们继续接触 好 谢谢 谢谢 花小姐呢 到几点了还不来上班 小池姐 她被陈总监给叫走了 好像是为了开幕式的事情 林姐 林姐 张哥 非常抱歉 这次化妆品过敏是我的问题 我一定会负责的 你负责 你知不知道这次我损失了多少 你一个小员工凭什么负责 就是 还端个水来道歉 算是一点诚意都没有 不好意思 我不太懂这些 林姐 张哥 是我的员工怠慢了 我这就让他以酒赔罪 来 来 就意味啊 这也叫诚意 至少得这样 才算赔罪嘛 这个项目对公司很重要 人家都已经给你台阶下了 你不能不给人家面子 你不能不给人家面子 这姑娘没事吧 我也不是真逼她 就是想让她认真道个歉 林姐放心 我们员工哪有那么娇弱 几杯酒都喝不了 我帮你们去看看 嗯 好 林姐 这小池可能是蒋经理 招进来的员工 有点后台 所以淡满了 这蒋经理的人 您也别太计较 哦 怪不得这么粗心 原来 是蒋世奇在乘药啊 姜姑娘 没事吧 是不是喝多了 就送你回家了 不用了 别跟哥客气 都是自己人 走 你放开我 跟哥走啊 好 跟哥回家 沈远 讲 讲 讲讲起来 你怎么回家了 你怎么回家了 咱们 什么 小植被士气带走了 你们到底还想不想合作了 犯了错孩子会嚣张 林姐 这士气哪懂这些啊 一定是小姬跟她说了什么 士气才会这样 都是些什么人哪 弄伤我的脸不熟还打伤我的人 陈总监 这次合作有他没我又我没他 士气你怎么能把花小植带走 林姐他们为难你了 你说呢你把我一个人留在那边 你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我姐 但这次合作方人品有问题 我看这次合作还是算了 找别家吧 还是别换了 我们找一个合适的KOL也不容易 而且 而且 林姐已经答应继续跟我们合作了 辛苦你了 花小植 我就等开幕式 看你要怎么收场 林姐不来了 可再过一个小时就是开幕式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 当时你要是好好道歉 我们也不会这么被动啊 你不是说 之前已经解决了吗 我 我当时是谈好的呀 可是你们一个伤了林姐的脸 一个打伤了她的经纪人 她故意违约要耍我们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算了 没时间了 我想别的办法解决了 办法也不是没有 刚刚林姐给我发消息 说她可以过来 但是 小植必须要离开 世奇 我再好好跟林姐聊聊 您也好好考虑考虑吧 蒋世奇 这次事故 主要责任在我 你要辞了我 我也没意见 本来 就是我的错 这是什么 这个 小师姐的警力 之前小师姐入职比较匆忙 H让我帮她整理一下资料 花小吃 还会拉大提琴 不 来 经理 你没事吧 经理 没事 你是找一把大提琴来 啊 经理 我们不会是想让小师姐上台演出吧 她 她要是根本不会怎么办 你废话怎么那么多 到底你是经理还是我是经理 您是 你这是要干什么 等会儿你就知道 我这样是不是很奇怪 我也觉得要不我还是去换掉吧 不用换 你这样打扮 很漂亮 你要我上台表演 不行的不行的 这么重要的表演 你交给花小吃 这要是搞砸了怎么办 既然你搞不定临警 那就用我的办法 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 陈经理 陈经理这边有事请你处理一下 我不想让你处理一下 你处理一下 你处理一下 你就当舞台上只有你一个人 就跟你平时练琴一样 可是 我从来没有当众表演过 如果搞砸了怎么办 放心吧 有我的 你处理一下 我去哪儿 下午 傻愣在台上干嘛呢 就是 破记半天 浪费我时间 repeatedly 傻愣站在台上干嘛呢 还表不表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油啊 还有一些后行的工作 就交给后行负责了 是 日齐 累了一天还没吃东西呢 小植 你去餐厅给世企拿个三明治过来 哦 好的 你你你 四郎 四郎 在哪里 我 我不是四郎 小姐姐 你误会了 我才没有误会 刚刚明明是你站在我身后 还 还偷摸我屁股 我说你这小伙子 看着挺一表人才的呀 居然还干这种事啊 你们肯定误会了 真的不是我 这里除了你 还能是谁 刚才这位服务员小哥哥一直站在我的对面 人影的捕捉速度约为二十四分之一秒 除非我的速度比二十四分之一还快 否则 你一定能看到我偷摸的动作 我 我没注意啊 你没有注意 是为你的视力刚才没有动态变化 而人影的动态范围约为一百九十度 在这个区间 即便你没有注意 也能够捕捉到我的行为 除非 偷摸这个行为 在你的视野盲区 也就是 被小姐姐挡住的你的位置 走 抓走狼啊 我刚才差点就让他逃跑了 蒋玉冰 你怎么在这儿 小 小说 蒋玉冰 你怎么在这儿 小 小说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不好意思 你认错人了 你这怎么了 不是去吃饭吗 你怎么回来了 先别去那家餐厅了 我小叔在 那不是正好 可以叙叙旧啊 我回国的事情他还不知道呢 要是他告诉了我爸 我爸肯定要让我学经济了 还是先别让他们知道 量子瞬间传书 这不就是我们前两天参观的新技术吗 他们这么快就发文章了 是啊 就知道你感兴趣 所以我特地带给你的 没想到我们国家居然 还有这么厉害的实验室 有机会一定要多学习学习才行 太阳都晒屁股了 快起来 姐姐 我已经被蒋世奇揉临一个月了 好不容易睡个懒觉 你就放过我吧 你想不想回家 啥意思 我能回去了 想回家呢 就起床跟我来 我听说这个博士很厉害的 能不能送你回去先不说 但人家好歹是个科学家 总比我们自己瞎摸所来的好 是你 你们认识啊 也不算认识 就是之前见过一面 你该不会就是诗言说的那个蒋博士吧 这么年轻啊 别站在外面说了 里面请 嗯 花小姐 听说你遇到了特别棘手的事情 很棘手 非常棘手 超级棘手 一定是你没有遇到过的事情 你放心 我也做了好几年研究员了 有什么事没经历过呢 你说说看 蒋博士 我穿越了 我穿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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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是这样 你是不是 不相信我 我觉得 没人会信这种事吧 这样吧 花小姐 我会把你的问题先记录下来 如果有进展了 我再联系你们 刚刚林姐联系我 她说你以我的名义解除合约 所以开梦那天她才没有来 你为什么要这么送 我 我就是想让小吃离开公司 为什么 我找她进公司 只是和她想多接触 好帮我恢复记忆而已 自己的未婚夫是想要跟别的女人多接触 你觉得哪个女人能受得了 士奇 你就不能站在我的角度考虑考虑吗 过去那些记忆 就真的那么重要吗 抱歉 是我说过了 是我说过了 士奇 比起过去那些记忆 我更想和你创造未来的记忆 不定了 花小姐 别走 你穿越的事情 我们还能再聊聊 来新郎往前走一点 甜蜜一点 来互相看一看 是 我们凭免 好 你问什么 我还可以不配 好了 我觉得这个我可能对我 一个人的冲动 从前发个爱 好 就是一个感觉啊 不错 士奇 到时候拍完照片 我们一起去看看酒店吧 玉边偷偷回国了 我去学校看看她 也行 那我先去看看 到时候照片发给你 我们一起选选 花小姐 我刚才和陈博士做了相关性分析 发现只要你靠近实验室 实验室里那颗十年先落下的陨石 就会发生共振 这极有可能和你的精力有关 那我是不是可以 花小姐 这个时候 你不应该在公司吗 怎么会在这儿 蒋世奇 你们居然是书职 花小姐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这个时候 你不应该在公司吗 一个月之期已经结束了 我和你的债务已经一笔勾销了 蒋博士 别管他了 我们继续聊聊我们的实验 对对对 实验实验 刚刚说的内功证啊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实验 来进一步证明 他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而且玉冰是一个学物里的 跟他有什么好样 江先生 你的这种行为 通俗点解释就是 你吃醋了 怎么可能 你在开什么玩笑 吃醋是人潜意识的表现 是你对情感专属和害怕 失去的一种保护 可能是因为你情感的缺失 很难意识到这一点 张医生 你最近的水平是不是下降了 你可以质疑我 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你就能知道答案 张医生可是心理学教授 发表过很多文章的 他怎么可能诊断失误 他 所以认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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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OK 那我们就 再睡一会儿 诗言说 他们经常用那块陨石做事 我看没了那块陨石 他们还怎么做事 但这陨石 应该很重要 我们这样偷走 是不是不太好 谁说偷啊 就是借用一下 偷雨石 小叔 你们要是想看陨石 随时可以来实验室 没必要偷啊 谁说我们偷雨石 我们就是想来看看你 了解一下 你的相亲结果怎么样 对 对对对 我们就是为了来看你 我们偷雨石干嘛 偷雨石没用 我就说嘛 肯定是误会 误会 华小姐 你怎么来了 徐彬怎么还打小不高 就太不够意思了 居然 又成真了 除了第一个 其他的都成真了 如果我继续留在这里 那蒋世奇岂不是会 华师妹 你怎么了 蒋世奇 你过来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华师妹 你听我解释 我今天真的没想偷雨石 我其实是 蒋世奇 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既然已经选择了陈欣颖 就好好对她 你们过你们的生活 我也有我的路要走 先生 先生 我们的店快打烊了先生 我要吃你的 我认识蒋世奇这么多年以来 第一次见他喝这么醉 华小迟 你可以啊 你到底说了什么 让他这么伤心啊 他都要跟陈欣颖结婚了 怎么会为我伤心 估计跟陈欣颖闹别扭了吧 为了他呀 那管他干嘛 走了走了 算了 来都来了 真受不了你 醒醒 走吧 醒醒 走 到了 你送他上去吧 我就不上去了啊 啊 华师妹 是你吗 应该 是我在做梦吧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我描述 我们十年前的认识 十年前的我们 会是什么样的呢 以为伤手就能够 都过去了 既然忘了 就算了 可我不想算 陈欣颖啊 这么晚了还来找蒋世奇啊 蓝师爷你怎么在这儿 嗯 花小迟也在 我怎么知道 小迟同学 姐姐我就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世奇 世奇 世奇你没事吧 你怎么喝这么多啊 世奇 陈欣颖 怎么是你 世奇你没事就好 你一直在这里 这里没有别人吗 一直都是我在照顾你啊 怎么会有别人呢 你要看昨天的监控 昨天家里只有我们啊 我可能会不见 你别把我赢了 这是那些人 他老子 岁回来 ろう 都不在这里 你别人 还是细舍 你 那边 我 不在他 没法 可能 是你逼我的 哎 小叔 你怎么来了 花师妹呢 我有话要对她说 花师妹是谁 就花小时 她今天有事先回家了 哎 你来得正好 花小姐的包拉在这了 你帮帮带给她吧 哦 对了 上回忘了问你 你怎么突然回国了 还拿着花师妹做实验 回国当然是为了做实验啊 花小姐没和你说吗 什么实验 你不是研究物理学的吗 改成写小说了 一开始我也不信 但是事实如此 算了算了 你爱信不信吧 你记得啊 把包带给花小姐 您好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花小时 你个白痴 自己家附近的巷子也能迷路 手机怎么没电了 谁 有人吗 没有啊 应该是我听错了吧 哎 啊 你们是谁啊 你又是谁啊 啊 你们要干什么 别过来 否则我要报警了 我们想干嘛 你还不知道吗 啊 我没钱 我真的没钱 哦 没钱 你说没钱就没钱 那得我们摸过才知道 啊 老老大人 别跑了 啊 别过来 别过来 救救你 啊 哎呀 你 啊 你 你谁啊 叫你个春老子 给我滚 走 花师妹 你没事吧 嘘 不 我们现在收拾了 我们给暂时 你在 Πraci 你最想 motocic 很想不见一下 你是你很想 aus Sóker 就是她 группка 你是不是 曾经救过我 那年 我确实救过一个男生 但是 这么好的时间 谁要去军事啊 当然是看漫画咯 美丽 哪个学校的呀 你们干嘛 我要回学校了 有个电话吗 我没有手机的 我要走了 我们又不是坏人 走开 吵死了 回远点 吵到我睡觉了 你说什么 我都聋了 听不懂中文 你说什么呢 装死你 去死了 啊 啊 我还没有 我才在咱们 我毅和我 你为何 对我 你不在咱们 你也不在咱们 你不在咱们 你不在咱们 我叫我 你不在咱们 我叫我 他要没有 我去喊人来救你啊 你稍等一下 我去喊人来救你啊 你稍等一下 当时在水下深度近视的我 看不清对方的模样 我的眼睛呢 花小时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花小时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小花样点名了 我 我马上回来 谢谢 快点 快点 那儿 快点 快点 我找到人了 我找到人了 你没事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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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事情 玉冰已经告诉我了 是真的吗 嗯 我也不属于这里 你怎么还不回来 你怎么还不回来呢 你怎么还不回来呢 我怎么还不回来呢 没回来呢 我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他怎么了 他爸本来就反对他学务 刚刚还吵了一架 今天明明是蒋博士的生日 我都已经要准备好好给他庆祝一下 可是偏偏闹得这一出 从前以为伸手就能处 您好 您播教的用户在里面无法接通 从前天着雨半身 都不应该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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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你们 你说什么呢 我们可是拍档啊 蒋博士 物理学需要你 没有你 我怎么能回到过去呢 所以啊 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哦 对对对 我们实验室啊 可不能没有你啊 小杨茜茜 蒋茜 郁边已经发现让花唆吃回到过去的办法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就能回到过去 那 下次是什么时候 如果我推测的没错 应该就是一个月后 确定能回去了 诗言 我在这里唯一最熟悉的就是你 最舍不得的人也是你 这是 2013年提醒我不要买罗密欧的股票 绿油油的一片跌得我底裤都要没了 2014年让我去抢购限量包包 2015年记得提醒我抱走罗密欧一顿 谁叫他买错了限量口红 2020年4月1日记得带我的猫绝育 否则一个月后隔壁的大局就要带一窝小猫咪来串门了 蓝诗言 这都什么玩意儿 当然是你回到2012年要提醒我的事情啊 来笑诗 我知道以你的金鱼脑子呢 肯定是记不住的 但是还有一个月 你努努力 可以的 这就是你帮我穿越回去的原因 那不然呢 穿越的意义不就在此吗 我不仅给自己准备了后悔清单 我还给你准备了报复清单 这个呢 是过去十年里所有彩票的中奖号码 你回去钱全背下来 马上就财富自由了 这还差不多 嗯 我还是当个咸鱼吧 我还是当个咸鱼吧 不逗你玩了 好不容易来到十年后 总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吧 总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吧 十年咸 十年咸 如果你让我形容一下 我和大提琴之间的关系 我会告诉你 大提琴对我爱你 让好无情感到我 也能够闪闪发光的梦想 我又想捡舞行 我一般认识 但是你还 runt 我要带她 我正在那边 都走 我一般不尽 我看她 我看她 你不会觉得不是 我都不尽 我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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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小池 真是不好意思啊 Fiona没有注意到你呢 陈欣逸 你别太过分 花小池 你干什么 我过分 花小池 就你这样还想参加比赛呢 真觉得你能够上台吗 嗯 就你这个鬼样子 你是要去驾跑裁判吗 就是 不就是个保洁吗 自以为接触了一些上流社会的人 就真和我们是一份子了 花小池 你好好撒泡尿照照自己吧 你不是想去参加比赛吗 好啊 我帮你啊 陈欣逸 你要干什么 花小池 你咬实点 陈欣逸 不要啊 不要 花小池 我警告你 你再敢勾引士气 下次断的就不是这根琴异吧 好 虽然 我不知道十年前 你为什么没有去参加比赛 但是现在呢又有机会了 我们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 嗯 石言 谢谢你 东西我已经转交给他了 至于他去不去参加比赛 我就不知道了 他一定会去的 蒋儿姐 你怎么知道小池想参加比赛 你恢复记忆了 这是您去年找人定制的大提琴 是打算当作装饰放在客厅呢 还是出唐室 大提琴 我好像不会大提琴吧 不会 据我所知 陈小姐和罗密欧也不会啊 老师妹 下次比赛 加油 蒋儿宾 我都一大把年纪了 还跟一群大学生参赛 是不是不太好啊 音乐社的大提琴手出国留学了 我跟他们正好缺人 这不推荐你来试试吗 大提琴手都不在了 我们还参加什么比赛啊 放弃算了 我这不是在找大提琴手吗 没有到最后 大家不要放弃啊 社长 就算现在找到人了 也来不及磨合了呀 蒋博士 您就是小池学姐吧 小池学姐 太感谢您了 我们这么短时间也找不到 适合的大提琴手 您要是不出现 我们都没办法参赛了 小池学姐 您想到一棒子 你拉得这么好 是也是 我感觉我们这次 有获奖的希望了 我们继续努力 争取夺冠 加油 陈总监 这里就是这次大赛的报名现场 多给了蒋师集团的赞助啊 今年啊 参赛者报名 尤其多呀 这种不入流的小比赛 真搞不懂士奇为什么要赞助 胡总 这个比赛不设置年龄上限的吗 这个 我们只是希望更多的人参赛 所以确实没有考虑这么多 这 这是我们疏忽了 小池啊 你都多大年纪了 还和一群二十岁的小朋友来参加比赛 不太合适吧 你说你这要是输了比赛 得多丢人啊 那是我的事情 用不着你管 我对你的事情不感兴趣 但是关于士奇的事情 就是我的事情 就是我的事情 我告诉你花小池 我告诉你花小池 虽然现在士奇一直在帮你 但他迟早说的 陈欣颖 你不觉得你可悲吗 从我们认识的第一天 你就因为讲士奇的事情针对我 如今十二年过去了 你还围着他转 你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呢 花小池 那天晚上流氓的事情是你找来的吧 你胡说什么你 我有没有胡说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应该不想让蒋世奇知道这件事情吧 该当缩头乌龟的时候还是要当的 不然让蒋世奇看清你的真面目 你们就永远没可能了 花小池 咱们走着脚 陈总监 薰姐 薰姐 我们刚刚找到了新的大田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只不过给你一点小小的惩罚罢了 你就好好在这儿待着吧 陈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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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没看到她 没有啊 她不在后台吗 比赛都已经开始了 让她手机试试 这个糊涂蛋把手机放后台了 这样 咱们分头情动 你在后台充取时间 让他们把华师妹的表演放在最后一个 我和陈欣宇出去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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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re 好 啊 蒋 蒋世齐 你怎么来了 从这么高的地方爬下来 你不要命了 我 我不是没事吗 现在几点了 都这个时间了 完了完了 我要迟到了 可能是刚刚在天台的时候蹭到了吧 我送你去医院 不行 我还有比赛呢 我送你过去 花小吃来了没有 再不来取下她的参赛词 没来就没来嘛 多等一下会死啊 蓝小姐 你看这参赛词 就剩下最后玉米了 我也没什么办法了 吃饭 花小吃自己迟到 是她自己的问题 和主办方有什么关系呢 陈欣颖 小吃很早就来现场了 她失踪是不是和你有关系 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最好和我说实话 不然 我可不知道我会干出什么事 放开我 和我没有关系 来失言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小吃你没事吧 没事了 这不是没事儿吗 琴弦又被陈欣颖剪坏了 这个陈欣颖 看我不扒了她的皮 算了 你现在打她一顿也于事无补 现在最重要的是 赶紧找到一把新的琴 可是这个时候 去哪里搞一把琴啊 你们等我一下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再见 还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夜大赛的无强选手已经全部诞生了 现在就由我来宣布评委得分最高的五位选手 第五名 杜子佟 第四名 常青 第三名 徐清清 第二名 艾宁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也是我们本次大赛的第一名 这位选手究竟是谁呢 他就是 花小时 现在就由我们的赛徒生 结婚世袭先生 为花小时小姐颁发冠军奖杯 小时期 小时期 你别吓我 小时期 你最近到底是怎么了 精神萎靡 食欲不振 失恋了 你想多了 还遮遮掩掩的 肯定有事 是不是和蒋世袭有关 花小时期 我警告你 你再敢勾引世袭 下次断的就不是这根琴弦了 没什么事 没事 那你干嘛手机关机啊 还不去他们家打工 我之前欠的债都还完了 还去干嘛 真是这样 真的 那是要你把手机还给我 就因为我没奔走 那就是 我真的听着 你不觉得这门 因为你我真的 没想到 你暂时再来 如果这门 你 我 没想到 你 那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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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还一直发短信催我 怎么这会儿就没事儿了 蒋世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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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去哪儿了 怎么出门不戴手机啊 算了 我就好人做到底 最后帮你收拾一次吧 以后我们就两个相际 哦 我还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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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搞不懂 明明就住一间房 还住这么大的别墅 每天保洁都要累死我了 想不舒服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傻子 你就不能多担心你自己吗 都是我不好 如果我没睡着的话 就不会发生火灾了 对不起 你不要睡了 睁开眼睛看看好不好 我答应你 我以后保证再也不敲斑了 你醒来好不好 华小迟 妈 你没事吧 你是伤到哪了 还是痛到哪了 是伤了残了 还是笨伤不残了呀 妈 我真的没事 我不用担心了 哎呀 妈 你干嘛 妈 你还敢叫我妈 你不是去找蓝氏盐了吗 这么突然跑到人家家里去 这么又突然着火了呢 我就是路过 我也不知道怎么着火 不小心路过 不小心路过到人家别墅去了 妈 我错了 我这才刚刚恢复 还疼着呢 你就心疼心疼我吗 什么刚恢复啊 我看你生龙活活得很 你叫蓝氏盐 都把你搬出约手术去了 这孩子真的 花生妹 你要痛死我 那 那 你什么时候醒的 从你一进门开始 那你还给我装睡 啊 帅哥 你是那个着火别墅的孩子 快说 跟我们家臭丫头什么关系 阿姨 我是花小池的雇主 她一直在我家的雇主 我们之间是正规的老五姐 打工 花小池 妈 你听我解释 我打工是有原因的 你听我解释 啊 一定是我睡个糊涂了 花生妹 开门 一定是在做梦 再睡一下就好了 你再不开门 我就要打电话给你妈了啊 什么给我妈打电话 你跟她什么关系 你怎么会有我妈电话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 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嘛 我要新会打哪个嘛 真的是 你为什么要来我家 暂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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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住的维修费需要多少钱 乌庄 墨墙 还有这些家具 还有我那些收藏的什么 名画呀 养酒 还有 不用算了 住我家 就住我家 请请请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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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 我 是 你 他 你 神经病 华晓智我警告你 我跟士气已经在一起了 你别再对他有什么想法 你们在一起就在一起 关我什么事 都跟别人在一起了 还住在我家 不行 我今天一定要把他赶出去 蒋世气 你有时间吗 我们聊聊 这也太低声下气了 我得拿出气势来 蒋世气 其实呢 我是有事想跟你说 华晓梅 嗯 您到底想说什么 你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华晓梅 您就这么喜欢盯着我看呢 谁 谁喜欢看 我是找你有事 什么事 你先把衣服穿上 不用 我以前在你家 也没见你不穿衣服啊 那是因为我怕你受不了 嗯 这样 就没人可以帮我打扫房子 做饭 你给我滚 行了 有话就直说 我也不想跟你绕弯子了 你搬走吧 明天一早就搬 为什么 是吧 什么为什么 我们家都是女人 你一个大男人住过来 你觉得合适吗 影视剧都不敢这么勾写 我觉得这个剧情很好 如果有编剧这么写的话 它一定会风明全球 就算你不考虑我的感受 你也该想想你女朋友吧 陈欣颖啊 你该不会女朋友太多 连现任女友都忘了吧 陈欣颖不是我女朋友 我也没有女朋友 好好好 你没有 哦 我知道了 所以你上次突然搞失踪 也不来我家打工 就是因为陈欣颖是我女朋友这件事 这毕竟是未来的女主人 她的要求我也应该要听的 郝晓驰 你到底有没有脑子 是陈欣颖付你工钱 还是我付你工钱 你就那么听她的话 陈欣颖又不是别人 她可是你女朋友 郝晓驰 我最后再跟你解释一次 陈欣颖她不是我女朋友 我也没有女朋友 至于我的人 只有我能自贪 你听明白了吗 陈欣颖你有毛病啊 你怎么总给氏琪惹麻烦 要不是因为你氏琪怎么会受伤 对不起 你对不起什么 你也是受害者 要有追责也是主办方的问题 要不是因为氏琪 这次受伤的就该是她 你 你你别进了别进了 医生 我问问父怎么样 大家放心吧 观察一段时间 就可以转普通病房了 好 谢谢医生 没事没事 我 不进去吗 他没事就好 小迟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又对蒋世奇动心了 啊 我让你处理的是花小迟 你为什么要伤害氏琪 是他自己愚蠢 他要救花小迟 我能有什么办法 你不可以伤害氏琪 你要是敢伤害他 我就把当年的事情抖出来 陈鲜宇 你敢威胁我 陈鲜宇 你敢威胁我 你要是敢伤害氏琪 我绝不会放过你 经理 这一次的事故舞台灯 有人为耸坏的痕迹 但是监控却坏了 没有派到凶手 华晨卫 你怎么来了 这次多亏了你 你怎么着火 你怎么问了 你知道吗 你为什么这样 都妈 这样 你怎么着火 我 我看你也没什么事 那我先走了 蒋世奇 你怎么样 有没有不舒服 要不要我去叫医生 没事 不就是伤了一条胳膊吧 就算没有医生 没有保姆 没有砍弹 我一个人也可以 谁说一个人 就必须要有人照顾呢 你别动了 我答应你 这段时间我会照顾你的 华世美 一言为定 蒋世奇 照顾就照顾 为什么要让我穿这种衣服 挺适合你的 我觉得 你滚 我 我的手 你没事吧 没事 那是什么 个人隐私 我看看 不能看 不许看 不许 我看看 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如果你看到花小吃与其他男性有接触了 你会不会觉得感到气愤而坐立男安 这不就是了吗 前期是多巴胺和本乙胺 多用下产生的感情和依赖 后期则是退黑素和血清胺不足的原因 导致你相思和嫉妒 以上这种现象呢 就足以证明你喜欢花小吃 原来是这样 我还在想我最近老师心跳加快 睡眠不好 我还与我心脏出问题了呢 原来 原来这个就是喜欢 你这个沐浴脑袋 那是什么 小叔 我没有说你补折了 我特地来照顾你 小迟 你也在呢 我 我收拾完了 我去 我去洗衣服了 小时是不是生病了 脸色那么红 小片管那么多干嘛 你今天怎么换造型了 小叔 我最近领悟到一件对我人生 极其重要的事情 我这么一明白 原来 我喜欢小时 小叔 你慢点喝 让没人和你抢 你 你确定 当然 我本来也不是很懂 但陈博士点灭了我 一定不会出错的 我还专门找人资许 原谨 所以你这次来我家 不是为了来照顾我的 当然 我是为了来追小时呀 你照顾你的名义搬过来 这样 我就更方便追他了 听上去好像很有道理啊 但是蒋玉别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什么 那就是 老子根本不同意你搬进来 小叔 小叔 你放我进去啊 谁让你进来的 小叔 外面天寒地冻的 你真忍心我在外面待一晚上吗 忍心 这里不欢迎你 小叔 你变了 你以前不会这样对我的 蒋世奇 人家可是国家动量 哪有你这么对博士的 我能不能回去 还得靠他呢 说得对 你现在再说 请我喂你 扬嘴 啊 我现在又不想吃了 这么晚了 还不许睡觉啊 再等一下 有个文件要发给导师 看你们这种做学术的 就要早点休息 免得头发都掉光了 小迟再帮我擦被子 弄好我就去睡 花小迟 他现在在你房间 是啊 怎么了 里面有鬼 小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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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了 你故意装闭 想让小时继续照顾你 对不对 幼稚 你怎么能这样呢 走 我们下去找小时坦白 走 人呢 怎么不在 总带的这玩意儿 真是累死我了 你 你果然在装闭 小时不在 你连装都懒得装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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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你 我可是你小叔 你给我放礼貌点 蒋世奇 你不过就比我大五岁 装什么长辈 就算财大五岁 我也是你长辈 你小说我压岁钱没少给你 你第一次尿裤子 不是我帮你换的 你第一次搭飞机 不是我教你的 五岁就不是长辈了 那 那你以前都护着我 如今我喜欢小时 你为什么不把他让给我 有些东西 我可以给你 但是花小时 不可以 你是不想回去了吗 我有点舍不得了 你帮我看一看 这个裤子是不是腰有点大呀 我担心 如果我留下来 蒋世奇真的溺水了怎么办 但是如果我回去 我又有点舍不得 我这样是不是很自私啊 花小时 要是你回到过去 蒋世奇就不溺水了吗 不能 那不就得了 就算你不在这个时代呢 三十岁的你还在 蒋世奇也还在 他该溺水还是会溺水 所以啊 你唯一要告诉蒋世奇的就是 告诉蒋世奇 让他好好学游泳 至于其他的呢 你管那么多干嘛 蒋世奇 嗯 世奇 世奇 你伤害没好 怎么能这么快就出院呢 我之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 你不用这么关心我 世奇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怎么能这么放弃我呢 明明有些阴姐了 还缠着小时 渣男 世奇 渣男 渣男 竟敢找到两条船 等你吃了这个饮料 我看你还怎么缠着小时 小叔 欣欣姐 聊什么聊得这么开心呢 先喝点水吧 小叔 你怎么这么美人性 这不是你最早的吗 你 救命啊 你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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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室美 你是不是 曾经救过我 老师妹 当初救我的人 到底是不是你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不过是个男人 放弃算了 不行 我为士气付出了这么多 我怎么能放弃他呢 你要帮我 只要这次你帮了我 你的事情 我绝不会抖出来 你要帮我 我需要浓郑部门 再问他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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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一杯我喝一杯 来来 胡老板 好久不见 你看看 你把我的总经理 喝成这样了 今天啊 算了啊 我跟你说 就你这儿一杯 就你这堂地呀 做兄弟还行 这酒量太差了 你看 这才喝了两碗呢 胡老板 你啊 你慢慢喝 我们先走一步 我们先走一步啊 不送 这 这还有一个呢 接下来的事 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放心 过了今晚 他就是我的人了 真不用我送你啊 不用了 我打个车就好了 行吧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到家来跟我说一声 拜拜 拜拜 你 你不是说家里出事了吗 小迟 我知道你要回去了 在你回去之前 我想表明我心意 我喜欢你 我以后还敢回亲 鼓舞 好 谢谢 看到你的 脸像 今晚 不是 您好 您播降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王师妹 不是说话要负责吗 怎么就突然逃跑 你 我耍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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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欣颖 照片到底是怎么回事 昨天你喝醉了 我送你回酒店 然后你突然扑上来 我也没办法 只能 怎么可能 我的罪成什么样子了 怎么可能对你做什么 就算你什么都 你就是最后能够 christ 老后像是最艘的 你的习惯 我耍脾气 你已在那里 还在睡觉 这个笔子 很开心 我耍脾气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妹 这根本就是本末倒置 有道理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那他肯定会负责啊 明镜与点点栏目 蒋总 这次多亏你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 以后别再用这件事来烦我 蒋总啊 蒋总 你把柄抓在我手里 你还不得永远未管听我的话吗 进 陈总监 总经理找我 好 是请你找我啊 陈欣怡 我最后问你一次 那天晚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之前不都已经说过了吗 你 你让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再复述一遍吗 陈欣怡 我现在要去看你 听我说很快 你这样想着有什么样子 你就这些人 我可以去看你 我去看你 你这些人 有什么样子 我去看你 我去看你 你这些人 我去看你 你那天晚上 我去看你 我去看你 不要 intimidated 不要近了 不要近 去ㅎㅎ 要比赛 选他而不选我 至少 花池妹 也不会拿报恩这种事而威胁我 我需要你再帮我一次 我们的合作已经结束了 你到底帮不帮我 你好 欢迎光临第2自爱甜点 来视频身份证医生锦能定制一枚 代表医生唯一真爱的至高承诺 这款是My Heart的系列 清醒设计代表一颗真心指给你 这些人在水中缺氧时间过长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那不是我最开始梦到的画面吗 现在又梦到 难道是要发生了 蒋世奇 哪都不要去 就在原地等我 小迟 这是我一 小远 请 gemeinsam 等等 我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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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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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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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